李宗盛 小院長好 這趕起來沒一點好 還那學會 衛生署退學了 來看見一下 慈善事業教育文化事業各單位的代表先生女士 各位家長各位小朋友各位同仁 今天非常的高興能夠有這個機會跟各位見面 全民健保在三月初開辦到現在已經半年多一點的時間 這一個政策是我們國家在社會建設上面可以說是最重要的一個政策 他是一個自助助人推擠及人的一個合不公平合不正義的一個重大的政策 自助因為每一個人都會有生病脆弱的這個時候 助人因為我們這個社會大家是一個共同體 我們不能夠看這個社會 將近870萬的同胞們 而大部分的都是老弱婦孺 他們有的在求學 對這個人一旦生了個病 就是再看這個東西 一旦生一個病有個災 就完全呢 卻要靠自立 來推動這個計劃 當然開始的時候 這個占到百分之 可以說是拿保育已經達到百年的時間裡 可以達到這樣子的一個 享受健保免費醫療的 一共有